最後一個點了 太滿足了 這一集真的太滿足了 你要把我鴨香寶拿出來 鴨香寶 對 層層堆疊 我現在把最厲害的拿出來 真的假的 因為我自己非常喜愛這一家 是嗎 對 它絕對是小吃族裡面的朝聖地 真的嗎 沒錯 小吃族在這邊 小吃族在這邊都可以當大公對不對 對 可以吃飽又吃巧 哇 現做的耶 就是它在市場旁邊的烤鴨 那我們要排隊了 我們... 好吧 謝謝 我有盤好關機了 盤好關機 對不對 我來... 因為我常常來 所以我跟老闆算有點交集 是... 老闆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老闆... 你熟了嘛 對不對 老闆...你好... 這個你先看一下 你先看一下 初次見面 你先看一下他們口牙的價錢 半吃250 人可以啊 你自己去查查烤鴨的價錢 怎麼這麼划算 哪裡找 不用查了啦 你看人潮就知道 小吃族下班後來這邊 外帶一份回家是基本的啦 不是我要說啦 站在這邊聞那個烤鴨的香氣 我都快動不動了 趕快開吃 太棒了 這個也太豐盛了吧 這絕對不是小確幸 這是大確幸 這是大滿足大幸福的感覺 而且它這個 如果我們買整隻 它是可以做三隻的 做三隻的 還有一個吃在這 那邊... 這邊... 白斬鴨 白斬鴨 袋子 那我們先吃這個好了 它這個啊 你除了單吃之外 它是有附餅皮的 一種就是一般的餅皮 這是什麼 一種是... 火龍果餅皮 火龍果餅皮 太狂了吧 火龍果餅皮 太狂了吧 好 來... 鴨皮很脆 我們先講餅皮好了 它的餅皮吃起來啊 比一般的吃起來 還在濕潤一點 像這種火龍果做的啊 它吃起來 有淡在那種香氣裡面 還有包括那種濕潤度 它吃起來不會那種昏昏的感覺 餅皮吃到後面啊 它剛開始吃的是濕潤 你吃到後面的時候 你把鴨肉全部吃下去的時候 它有一種甜度在裡面的 但是火龍果餅皮 是每日限量 要吃要趁早喔 白小玉 你是那個肉了嗎 超誇張的啦 它的肉超厲害的 它的皮跟肉中間 隔著一層那個油脂 一咬下去的時候 你會先咬到餅皮的柔嫩 然後它那個... 它那個鴨皮啊 它有脆度在裡面 再咬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油這樣子這樣噴出來 它的鴨肉吃起來好濕潤喔 然後那個油... 那個油脂 超級...超級香的 因為它這邊沒有座位 你只能外帶 所以我覺得它把外帶回去 吃的那個時間都算進去了 它帶回去汁也不會乾柴 會不會送了風 或是放久的時候 它就柴掉沒有 店家現烤的鹽捲生鮮土翻鴨 加上秘密配方下去烤之後 肉質真的超緊實 但淋上熱騰騰的鴨油 太完美了 這個叫我排三個小時 我也願意 還沒完 你還沒吃到我最愛的炒鴨架呢 再來這個 就是我說的鴨軸中的鴨軸 炒鴨架 它長得好像滷味喔 我跟你講 這個你覺得吃過就屌住 它就是鴨架子一翻炒 就是用醬炒嘛 它還加了很多的料 什麼高麗菜啊 金針 玉米筍啊 甜不辣 它這個感覺真的很像 我們在以前師大夜市吃的 那個滷味的感覺 對 對不對 然後這個為什麼適合小自主呢 鴨架很少這樣吃耶 因為你回家還可以再加飯 你看... 你看旁邊這個湯汁可以加飯啦 就這個湯汁 再弄一餐兩餐都沒有關係的 湯汁可以來加飯 真厲害... 我要吃玉米筍 玉米筍 那我吃米血好了 好吃 九層塔的香氣 蒜跟辣椒的辣味 整個融入在它的裡面 這盤太厲害了 我怎麼記得 我在別的地方吃這個炒鴨架 它沒有那麼多料耶 對 就是他們家 老闆等於把那個滷味的那種感覺 整個弄進去的感覺 好吃 其實我好不想推薦這家喔 我們這樣好不好 各位朋友 大家輪流來 不要同一天來好不好 因為你看現場已經這麼多人了 現場已經非常非常多人了 好吃嗎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加入九層塔和蒜頭 大火快炒的壓架 自行搭配選擇的配料 料多實在又美味 一詞就比不下來了 沒錯 不只是這樣喔 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們 Check in 好康大方送的最新消息 得到我們專屬的神秘小禮物的話 記得訂閱後面的鈴鐺 要給它按下去喔 來… 按下去… 按啦…